水貨車已經快比總代理的車還多了 你總不可能為了一台車 你什麼生活品質都沒有 了解了 總結有要貸款買車的朋友這個 合約數一天才行 BMW的車是不是真的小毛病比較多 我覺得真的比較多 奧迪比他更多 因為我覺得BMW的操控性 真的是就是迷人的地方 幼大歡迎收看 汽車公道博 修車我罪手 我們這個全新單元好不好 這個算是一個 我們拍這個算是談話性的 就是教育性質 我想說今天叫我坐在這個寶座 到底是要有什麼企圖 我都不知道 我以為又要拍那個 賣車賣到賠錢 我又整天在找這個牌賣到賠錢 那頭暈好不好 今天會拍這個系的影片其實是 最近頻道都還不錯 那其實我一兩三個月以來 一直有接到電話 投訴電話 但是不是投訴我 你緊張 投訴電話都是電話 投訴我怎麼投訴 到底在那邊去 會有遇到一些粉絲 他們很常看我們的影片 但是有的時候他可能是買 可能是國產車 因為我們這邊比較少國產車 或是說可能買 反正不是在我們這邊買的車 有的時候看到粉專都有這樣 我發生什麼事情 他怎麼解決 遇到問題 然後他會打電話問我們 不是都統一規格嗎 不行啦 不行啦 我們都很認真在教人家 因為其實我今天有準備一些問題 我跟你講不是全部都是投訴的問題 有一些是購車的問題 我跟你講他們就說他們準備題目 都不讓我知道 到底是要講什麼題目 問什麼東西 你知道你就會先去想 你會先去想 你就說出來就不準 對 沒有不是站在公道的 對 對 我跟你講 人稱問不倒 汽車小博士就是我本人 我跟你講 這個影片 因為我們這是第一集 目前的問題都是 我收集我很常被問的 或是粉專很常被問 或是影片下面很常被問的 我們這影片下來之後 大家可以在下面歡迎 有人就是說 你們還想問什麼問題 我們就會直接採納 變成下一集的問題 我站在你們的消費者的角度 幫你們問謝老闆 那我要誇下海口 問不倒的嗎 沒有啊 不知道就不知道 沒講的 沒有三兩三男 可能坐這個位置 對不對 開玩笑 首先第一個問題喔 這個真的很常問 首先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很常賣外衛車 大家就問說 究竟這個外衛車 能不能夠回去原廠修理 我跟你講第一點 原廠是不是那個 慈激功德揮下來的 不是 對啊 他也是營利單位啊 他為什麼有錢不賺 因為可能在大概一二十年前 大家可能說 水貨車原廠不收俱收啦 對 可是到了今時今日的田地了 對 水貨車已經快比總代理的車還多了 對 他們人不收嗎 你看我們上次那個 保持結束也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也很常回去原廠 對啊 都可以協商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已經沒有那個 水貨或總代理的 那個維修的迷思了 所以我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其實正常以小保養來講的話 其實價格其實差不多 但是有的時候 假設說 可能要修的那什麼二三十萬 很大條的時候 他們可能如果你是走那裡的時候 他可能會善意給你打個角色 那如果不是在他們那邊買個車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打字 就沒辦法打 對 但是如果說過保那麼大條的東西 其實本身會在原廠修的不多 也不多 除非是我有聽說啦 Lasers會比較多啦 喔 Lasers因為他保養費不會差的太貴的話 對 而且他毛病也不多 其實大家都還是回原廠 而且 可是保值結雙低的話 對 我覺得保護洗過了 你就要斟酌一下 呵呵 現在有的時候 他們開出的工單 真的是很嚇人啦 了解 好 那這第一天好 反正就是 有打折 但是他們就沒有打折 但沒有打折的時候 歡迎來宏達這邊 你打八折 想要跟我買車我才有輸入 哈哈哈哈 一樣的意思 對啊 因為我們保養廠還是一樣 相信底細 不是 我們保養廠現在目前服務的 還是由我們宏達國際賣出去的車 對啦 我們才有做維修售後服務 對 你說打八折打什麼折都可以 只要你跟我買的萬事好當良 對啦 講的這樣子是沒錯 那你如果真的外面的我自己收過 就像你這個 這個角度講 總在你不給外面的打折也很合理 合理啊 你不是跟我買的 合理啊 我也沒有說他不合理 對啊 只是 他打完折也是比萬一貴 因為畢竟在外面 雙臂寶石鐵在外面的維修的 其實也蠻成熟的 除非是一些那種技術性的 一定要他們原廠授權的 你才回去嘛 現在用到大部分是有電的 管制品的部分嘛 電力系統 剩下來就還好 OK 接下來這個 這個問題應該被問到爛了 但是 我還是稍微問一下好了 這個真的太常問了 我一個月月薪五萬塊錢 我一個月大概可以繳多少個車帶 我可以買什麼車 就是說他們銀行會算那個比例 一個月五萬塊 你覺得謝老闆因你的經驗 如果說五萬塊的你現在他想買車 你覺得車帶繳多少錢比較尷 我覺得這個來聽銀行的就不准 說實在 蛤 為什麼 銀行如果都這麼厲害的話 他早就來當老闆 他不會聽他 哈哈哈哈 真的啦 你讓我們第一集不完 對沒第二集 沒有炒搞的 沒有人搞的 真的 這種東西啦 我就講 銀行的他怎麼有知道說 你的一些瑣碎的 雜碎的事情有多少 你說一般他們銀行正常 那時候大概三分之一嘛 三分之一是車帶 對 媽的你三分之一車帶 阿小孩子咧 老婆咧 老婆現在要帶小孩子 不能上班咧 對不對 你如果還有房貸 你三分之一我幫你 你講討話 你出門只得睡在公司了 謝老闆的意思是 三分之一算是很緊繃 我覺得很緊繃 三分之一是對那種 還沒有結婚生子 單身汗 那你覺得正常 如果說上班族 可能二十七八歲 三十歲 就是 還沒結婚 那你覺得一個月這樣大概抓多少 會比較寬鬆 比例 三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 真的是最緊繃 你就是誕生喔 還住家裡喔 真的喔 單身還住家裡喔 你總不可能為了一台車 你什麼生活品質都沒有吧 了解了解 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開一台車 每天帶女朋友出去 不是吃炒麵 就是吃滷肉飯 炒麵 滷肉飯 鵝鵝米 什麼 對啊 總不可能是這樣一直輪下去吧 對不對 懂意思 那我情願 車子開不要那麼好的 一年出國一次 對不對 到一個月可能去個好一點的餐廳吃一次 對不對 這才叫生活嘛 所以這 車子不是唯一的一步道 所以這年輕人喔 真的要謹慎思考 不要衝動消費 這個貸款延伸的問題 還有一個也很常問 很常問有人問說 那如果貸款沒過的話 那這個定金要怎麼辦 其實我很常碰到業務跟我講說 客人問說 如果 還沒買之前 就跟講 貸款如果沒過怎麼辦 對 其實我很考慮這個問題 嗯 你跟我講貸款沒過 我定金退款沒禮 對 我覺得合理 可是 我現在跟你收定金 我就沒有意義了 那我就倒不如你貸款過禮拜 給我付定金 對 我覺得這樣是對兩者都好 你付我定金 我保留不能賣 下一個客人要來買 他要買現金的 對 我能不能賣 不能賣 對啊 我也是跟你收錢 可是你三天後 五天後一個禮拜後 你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我貸款不能過 還是怎麼樣 我還是要還你 我就跟我們業務講 統一講 就是不收 我覺得我不收 就是不收就對了 我覺得不收 不然這個商量一下 我付定金 我保留三天 我覺得三天很公道 因為其實 汽車貸款沒有大家想的那麼難 假設禮拜一你來看買了 禮拜二小姐就去找你送 其實禮拜三 就知道結果了 其實這樣就不用收定金 對啊 站在我是老闆立場 我是建議我就不要收定金 對啊 但是消費者還是想要保留我的車啊 對啊 對啊 我這樣收定金可能一直 幫死我自己而已啊 是沒錯 你如果貸款過了 就來買嘛 所以照你來講 你會說 如果是真的貸款 你自己本身知道 你自己是困難界的 你自己本身就覺得 我自己狀況不是很好 對對對 那我就處理好在那裡 對啊 因為我不想為了那一點 少少的定金 其實有一點爭議 那這個齁 因為這個問題很常 之前沒有問到是 粉絲在其他地方買的 對啊 那就是意思就是 那個合約數要先處理 就是說如果貸款沒過的話 就定金要該怎麼處理 該退回就處理 因為我們一般的話 還是跟客人都講清楚 但是真的還是有遇到就是 就是被沒收的 中間齁 有要貸款買車的朋友 這個合約數一定要先寫 淡數 對對對淡數 好啦 第三個喔 這個我覺得你這賣車 二十幾個應該 你應該被問到 問到Key下 這一定有很多人問你啊 這個 這個 B&W的車是不是真的 小毛病比較多 我覺得真的比較多 我覺得真的比較多 真的比較多喔 奧迪比他更多 奧迪更多 我自己的感覺 可是寶石姐跟奧迪是一樣的 為什麼他寶石姐又比較少 對不對 你講的你講的 寶石姐跟奧迪是同樣都是 福斯集團 福斯集團 對 可是寶石姐就真的 我們賣你看 毛病很少 那如果我們先用賓士 B&W是 我是覺得他都是大概 橡皮膠質啦 肉油 肉水 那種環保材質 會比較明顯 可能B&W我把他抓六年 賓士我是把他抓八年 就開始一些 消耗品叫什麼 發電機 壓縮機 方向主架 變速箱 電腦 反正一台車 好幾千個零件 對 就是都會開始 所以說還是 盡量就是開在 五年到八年那時候 就準備開始換這車 在這邊要分 幫B&W平反一下 你覺得B&W4就比較好 可是我比較喜歡開B&W 因為我覺得B&W的操控性 真的就是迷人的地方 所以好開就是 相對來講 保養也比較多 B&W我從以前就是 愛開B&W 就是他那個操控性 真的是 沒話講 順便跟大家講 有在這附近 遇到謝老闆 我小心 謝老闆很喜歡找人家PK 那接下來 第五個問題 我上禮拜才能說 這個就是說 有一個粉絲 他說他GoF 舊車他去買了一台新車 那GoF的這個車 他以前是跟自售的人 他也不清楚 擺件是不是OK 那他去換車的時候 他只有跟那個人說 在我這邊沒換過板件 但是 車上回去之後 檢查發現 有換過板件 那回過頭來 要跟他 扣錢 你覺得這是 他打電話的時候 你覺得這樣要怎麼辦 其實就是當初嘛 打賣協議的時候 對 人家跟你講 你是原版件的問題 你總不能 上面 沒有啦上面是有寫 是原版件 上面有寫 我覺得就要被扣了 喔 因為你合約書上面 既然標記了 是原版件的話 可是人家鑑定 就是鐵紛紛 是有換過板件 對 再來就是 你什麼都說上面 跟我講沒有 對 上面跟我講沒有調表 可是事實上現車出來 你就是調表 你就是不是原版件啦 喔 我覺得 要嘛你沒有把握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你不是買行車 你沒有把握的時候 對 你就直接在上面寫 我沒有把握 你自己看清楚 對不對 還是你認證完 沒問題以後 再來再來講 可是如果那個車商 我覺得 你也不要這樣子 你要給人家選擇嘛 對 要嘛你回去 錢還我 可是他很麻煩 因為他 兩流都有貸款 所以貸款被人家決心 新的貸款養過 你這個 是那個 那個 問中在家 我覺得 輾轉 你這個 一關卡一關 主要是原車有貸款 原車有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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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車有貸款他在結心啊 那結完之後 他買的那一台他也有貸款 那另外一台也不好 這個還有一個條件 就是 沒關係 我車子 不要說我說的算 我陪同你去別間 你看你要去哪一間 去 去估價 對不對 人家估比我高 你賣他錢 那一個人錢給我 OK 我有優先權 人家估多少 不然我就我買 你可以估個兩間三間嘛 我陪同你去嘛 也不是我介紹你去的喔 你自己去找 自己找 因為 錢已經 結簽了嘛 已經結簽了 可是有問題 我要扣你錢 你沒 你覺得不合理吧 那算了 可是你既然你跟我保證說是原版件還是 沒有調過理程之數 我現在扣你錢 你覺得不滿意 那沒關係 你去找兩三間 去估 啊你估 比如說我 我跟你買一百萬 我扣你三萬 你覺得你不划算 好你再去估 你估到有一百萬的 那你算給他 你就給他 對不對 啊那個人錢給我 算了一點利息錢 我覺得我可以介紹 可是 如果說 人家也是哭酒 你就給我 我那天沒想到 沒有想到這解決 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就是 那個 經驗的問題 沒有 因為這事情很 沒有啦 這事情很少 發現 很少發生啊 我也聽你現在講我才想到啊 對啊 你這樣講我就是 以我生活做到的 可是那這樣子 你那時候開去 別的車行屋 別的車行屋 不會 不會 你也不可能是我去 你去吧 可是這樣會錢要會給另外一個車行 但是這樣帳號 就可能不能 不能用過 沒差沒差 你都 確定都賣好了 我指名之後 你就是說我賣給 我跟那一間車行買車 你幫我錢付給他就好了 OKOKOK 我覺得那是合理的啊 了解 這樣就不會說 都是我在講的 對 這樣過得了嗎 算過 因為我那天 我那天沒想到這個解決方案 我是跟他說 你先確定說 我多活了你28天 不是活假 28天喔 那最後面 要來問一個 這個 這也是真的有人打電話來公司問 而且指名到信要問 因為我們曾經拍攝過 一個那個 賓士炸鋼系列的 那個人打電話來問說 就是 他的車子 就是 反正炸鋼要修 那他也不確定 到底多少錢 他想要問一個 現在修理這個賓士C300 E300 具有C300 如果是炸鋼的話 修理這個活塞 公到價 到底是應該多少錢 外面行情價有人喊15 有人喊18 對啊 有能喊15欸 我覺得 15萬太多了 因為你要跟人家買車 你那個維修的費用 你要贏我們是同行價的價錢 去維修了 你不能扣兩次 對 你不能 我跟你雇這台行情100萬 對 你外面你自己去修也是修15萬 對 你就要說 那你就扣 你就跟我買80萬 我覺得這不太合理 這樣一隻五半就贏了 這個簡單台語對不對 對 簡單台語 所以說 大部分我的想法是 正常行情100萬的話 如果是以這一台 我會扣個10萬至12萬 10萬就是 抓 一邊賺就好 等於是說 修車本錢 修車的大概就是 10出頭腕 對 我們就是當時 10萬到12萬 看你要換到什麼程度 當然你要換最省的也可以啊 對 活塞爆一顆換一顆就好 那一顆 真的有人 那一顆再換 中古的活塞下去就好 真的有人這樣 喔那個就省了喔 真的有人這樣 那個可能大概 在6萬 5萬就搞定 5、6萬塊錢就搞定 就搞定 那我們剛才講的 10出頭腕是4顆全換 4顆全換 那大概15萬大概就是 斷照 斷照 都也是差在這個 所以這邊還是跟大家 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個系列的車齁 其實現在這個年份 逐漸就是要越來越老 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多人 很常遇到這個 炸缸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覺得這個 爆缸的話 反正就是 有人最偷懶的 單換一顆就是 5萬塊錢 公道價 那如果說換4顆的話 大概10萬出頭 對 如果說是換鍛照 大概15萬左右 對 大概是這樣 我還以為你今天會問一些奇奇怪怪的 你忽然今天跟我問這些 這麼專業性 這麼正式的 沒有 我跟你講 奇奇怪怪的 留給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是喔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如果說有想問什麼 可以在下面留言 你這是什麼都可以問 這個你今天準備這個題目 讓我有點挫折 挫折 為什麼 沒有挑戰性 哇 這怎麼不幹 八人 那大家下次出難一點 對啊 給大家下次留言 那個 有感情問題可以問 不是 那個我沒辦法 那個要問你 汽車公鮑伯兼那個 愛情整療室 這個我沒辦法 這個我只能自身難保 我問題差不多不完 蛤 你的問題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總共五個問題 聽起來 剛剛才講到B&W有很多小毛病 可是第一次感覺都很大 對啦 也曾經有人有這個疑問過 B&W也是有報過 比較少啦 畢竟我覺得還是黃金右腳的問題 對啊 啊寶石姐你說毛病少 可是一出毛病就是大條的 我覺得平台形象很重要 在我們既定印象就是 B&W可能就是比較年輕一點 對 他的駕駛人就比較衝動熱血一點 我跟你講 我之前有賣過一台五四點 給一個那個徐大哥 他跟你講一兩樣的問題 我現在就說他買這個車 然後他朋友就說 不要來 這車問題很多什麼什麼的 爸爸爸爸講一大堆 他朋友叫他去買Lessus 他就陪他來繼續坐 Lessus車好像不會壞 但是你有想過嗎 Lessus的車主要不飄車 又飄車當然車不會壞 對啊 對 所以在講這樣 我突然覺得 剛好像蠻有道理的 他Lessus就是比較 氣質型的 比較溫存型 但也不會開快 就是正常這樣開 開快開也不舒服 因為太軟了 對 所以說真的 比較注重操控性的 還是走B&W理由寶石店那一塊 他比較注重內裝的 氛圍感高級感 還是走賓士那一塊之外 你看奧迪就是走科技 沒有我們全部品牌都要通知 假假忘記公商 結束前公商一下 那官方帶在這邊 QR code也可以打ID搜尋 小老手HON 去用打 就找到我們蠱車 只要你有道片 請找 馬上就可以給你報價 報價 我們的YD也快10萬了 真的快10萬了 趕快加油一下 按讚一下 好 這個大家一定要記得留言 如果說真的想問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可能一集都會抓個 五六個六七個問題 那我幫大家發問學校 有什麼比較犀利的 比較難處理的 我的感覺 像你剛才講 我一想說這簡單 這個是小學題的嘛 改天再找個國通的就好 好OK 好啦 感謝大家 掰掰 各位觀眾啊 你說已經看到車 阿伯把我訂閱下去 你剛才你剛才你看 這樣不夠意思啦 我聽他說 我聽到沒討論 說實在 趕快我們已經幾 早上九點 搞到現在凌晨一點了 衝向十萬訂閱 有你有我 好不好 我們今天真的 孤車專業找邵恩 好 訂閱專業 鬥動你的小指頭 好 我們趕快 雷收三五日更新 真的 很奮發向上 一天工作十五個小時 拚了 掰掰